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蒋加瓦系列基础教程的课程 我们这一次课的主题就是 你的选择是什么 你今天想学习什么呢? 是数据的类型,还是变量和常量? 今天你想吃些什么呢? 是中餐,还是汉堡,还是流排呢? 在我们的生活中,选择无处不在 时时刻刻呢,有不同的选项摆在我们的面前 而我们的生活中,就是不断的在选择与被选择 那么,计算机程序,其实也是由程序员编写出来的 程序员呢,也会根据不同的条件 让程序选择不同的执行路径 在加瓦中间呢,如果要实现条件 就是实现选择条件的话呢,我们使用的语句是 if语句,好,现在我们来到demo 新建一个叫做testif,记住if就是if 把后续名.txt改成.java 好,这里要特别注明 java的程序结构一定要声明一个类 这个类呢,可以声明为public的 而public的类名呢,必须跟文件名同名 文件名叫做testif.java 那我的类名就要叫做testif 好,public,static,wordman 闷方法是固定写法哦 不要忘记了 好 接下来我们在闷方法的方法题里面哈 来完成一幅一幅一幅的这样一个编写 今天你想吃什么呢? 如果我有100块钱的话 我就去吃牛排 如果我只有50块钱呢 我就去吃汉堡 如果我只有20块钱 那么我就只有去吃一个炒饭 好 钱的话呢,是数字 现在我们要定义一个数字类型的变量 我们就定义 100块 我们定义 byte money 好的 sistim.out.println 输出一句话 您现在有多少钱呢? 很大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希望由程序员自己来输入一个money的数值 newscanner sistim.in 好 这段代码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 比方说scanner s等于newscanner 这是声明一个scanner的这样一个对象 scanner呢 是Java的API 也就是它的JDK中已经做好的一个类 这个类呢 可以读取键盘输入 好 import java.utr.scanner 这个类在Java.utr的包底下 我们现在把它引入进来 sistim.in呢 其实是特质键盘 money 等于s.s.lext byte 好 if 这个就是Java的if语句 if后面呢 一定要跟一对小括号 小括号里面做什么呢? 写if的条件 if如果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呢 就是如果的意思 如果money 大于等于100 这个呢 是大于等于 好的 我们就 sistim.out.println 吃 牛排 好 else if 如果money 大于等于100 我们就去吃牛排 但是呢 如果money 大于等于 五十 同时 money 小于100的话 我们就去吃汉堡 else 好吧 如果 在五十块钱以下 我们把刚才的条件 稍微改一下 sistim.out.println 吃炒饭 哇 现在的炒饭有这么贵啊 好的 现在呢 我已经把刚才我们的这样一个思路 你有多少钱呢? 如果大于等100 我们就去吃牛排 如果是在五十到一百之间就去吃汉堡 否则的话呢 我们就只有乖乖的吃炒饭了 好 现在我们来 编语一下 看看这段代码有没有错呢 加瓦 加瓦C TESTA EF 点 加瓦 诶 编语没有任何问题 那我们现在来运行一下吧 加瓦 TESTA EF 诶 您现在有多少钱呢? 来 我数数我的口袋 耶 我有一张红色的一百块 好 输一百 OK 我们去吃牛排 我们可以再运行一下 如果现在我只有三十块钱 哦 我只能吃炒饭 好的 这个呢 就是加瓦的 EF语句 我们又把它叫做条件 语句 条件结构 这个条件结构呢 就是在满足特定的条件 进入不同的这样一个执行语句 加瓦的条件结构呢 那是由EF语句来实现的 关键字就是EF 小括号 花括号 然后是ELSEEF 小括号 花括号 再到ELSE 如果我的条件只有两种 那么这句话呢 是可以不存在的 EF和ELSE的意思就是 如果Money大于等于一百 就去吃牛排 ELSE就是否则的意思 否则就吃炒饭 但如果加上ELSEEF呢 就相当于 如果不满足前面两个条件 就进到ELSE的子句 EF和ELSEEF 还有ELSE的子句呢 都是被包含在 花括号中间的 满足特定的条件 就会去执行紧跟着这个条件的 花括号中的语句 好 同学们 你们记住 EF语句的语法了吗 这个是条件结构 在计算机程序中 计算机也像人类一样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选择 在不同的情况下 选择执行不同的这样一个语句 得到不同的结果 这个就是加瓦的选择条件结构 好的 我们下节课 再来继续学习新的内容 拜拜 拜拜